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赛利斯和华为的非对称合作 很多人说赛利斯是谁 赛利斯就是给华为造问界的那个汽车公司 在重庆,原来呢是叫小康 以前是造东风小康汽车的 后来跟华为合作了以后 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成叫赛利斯 不知道他们这个名字都是怎么起的 问界赛利斯 Aito是A-I-T-O 反正这些名字都起的很怪 为什么叫非对称合作呢 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啊 华为那真的是稳中笑好 没什么好说的 2023年预期营收是7000亿人民币 为什么叫预期营收呢 因为最后一个季度的数还没出来 按照前三季度的数加上后边的一些预估啊 所以预期是7000亿 另外注意华为不是上市公司 所以他不需要公布财报 他虽然每年也会发一些财报 但是他这个财报是不需要经过审计的 华为预期的利润有多少呢 预期大概是有1000亿的净利润 这是很挣钱 然后华为还干了一个什么奇葩的事情 770亿 年底分红分掉了 这个是已经有公告发出来了 770亿发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1000亿净利润 770亿分红 日子不过了嘛 这是华为的状态 那么赛里斯呢 赔本赚吆喝了 2019年首次出现亏损 因为前面其实也还是挣钱的 但是后来因为汽车市场不是那么景气 2019年开始亏损 到2020年开始跟华为合作 当年的销售额呢 是143亿 亏了多少钱呢 亏了17亿 2021年这个销售额167亿啊 卖的稍微多了一点点 亏了18亿 2022年卖了341亿 亏了38亿 2023年销售额是360亿 就是比2022年又往前走了那么一点点 亏了27亿 亏损是不是收窄了一点 可以这么算 但是呢 要注意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数 叫扣非净利润 什么叫扣非呢 就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比如说我把东西买回来卖出去 这个是经营性的 经常性的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是里头有一些非经常性的 比如说政府补贴了 或者我卖了一些不动产了 或者有一些投资收益了 这把这部分除去以后 是亏了50个亿 那这两个数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净利润亏损多少 像赛利斯2023年 净利润是负的27亿 这是他一个公司整体账面上的 亏了27亿 但是如果光算上说 我买了多少零部件 发了多少薪水 交了多少房租 买了多少车 这东西一减 这俩数差了多少 差50亿 那么剩下的钱就是一些平时跟正常经营不太相关的钱 有个20多亿进来 比如说政府给补贴了 比如说我卖了个房子 把类似这样的钱 但是具体是什么 并没有在这个报表里边体现出来 其实赛利斯现在在干的事情就有点像当年拥抱谷歌安卓系统的SDC 当年苹果出了iPhone1以后 谷歌说我要出安卓 但是谷歌是个软件公司 说我不会做硬件 台湾的HTC就冲上来说 来我会做 我给你做 当时谷歌最早期的安卓几款手机都是由HTC做的 HTC也一下就从众多的手机厂商里边脱颖而出 曾经风光无二 最终叫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不是骂人啊 就是被三星教做人了 有一段时间 HTC的手机在安卓里边就是领军人物 谷歌的亲儿子 但是对于这种手机巨头厂商来说 HTC其实是排不上号的 那这个时候三星就出来说干嘛呢 大力出奇迹啊 怎么大力出奇迹 第一方面叫基海战术 我同时把高中低端各种端的这个手机全都扑上去 型号非常多 第二个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边去打广告 做非常多的广告 然后直接把市场给你吃掉 HTC呢觉得我已经先发优势了 我就可以再去搞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后来也是去做了VR 导致啊 最后就泯然众生了 现在谁还去说我要去买HTC的手机 大家已经都没太听说过这事了 带里斯其实就在走当年拥抱安卓的HTC的这条路 大家说造车为什么亏这么狠 HTC再怎么着人家还是挣钱的呀 而且现在造着还不错 今年的一月份问界汽车的交付量超过了理想 在所有的汽车新势力里头已经排第一了 说你这已经做的可以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怎么还亏这么多钱呢 甚至有很多问造车新势力的人 说你这个车造一辆亏十万 卖一辆亏十万 卖一辆亏二十万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 说我们是不是心疼心疼 你少买两辆 造车新势力里头 包括未来理想小鹏 包括像现在的赛里斯都是这样 卖的越多亏的越多 这到底是咋干的 为啥造手机我们就能挣钱 造车怎么就亏钱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造一个新的手机也好 造一个新的车也好 你需要干嘛 首先你要设计 设计是有一个成本的 那你说设计车的成本 是不是比设计手机的成本高呢 那是肯定的 因为车里边相应的零部件 相应的工程上的事情 要复杂一些 但是也没有高出那么多来 还有什么东西是很贵的东西呢 就是各种的制造流程的设置 这样应该先装什么后装 什么各种的工位是怎么设计的 流水线怎么调整 模具 所有做工业制造里头 模具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开销 模具是什么呢 我造一壳子 甭管我是最后压的这个铁片 还是往里做塑料 这个东西叫模具 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只要做完了一套模具以后 你必须是一直用它才能划算 你才能够把一套模具的那个成本 给它摊销掉 手机 首先开模的东西就少 除了那壳之外 其他不需要开模 里头是一块电路板 全都是一屏幕 剩下可能有几个按键 你需要稍微开开模之外 剩下的就是一个后壳 你需要开模 其他没了 所以手机对于模具的消耗是很低的 而且手机造的量大 你造一款手机造个几千万部 对吧 或者是上亿部的手机 就这一套模具 或者可能就是一个模具的形式吧 但是你说造车这件事 传统造车厂其实也是这么干的 就是它一套流程流水线设计完了以后 包括整个的模具开出来以后 怎么着用个三五年 车可能造个上百万辆车 就这一套模具造上百万辆车 它不能像手机那样造上千万只 造车的模具也很多 你像你车门 车的所有的组件 车内饰的所有东西都需要模具 所以车的开模量要比那个手机要大的多的多的多 但是对于传统车厂来说 它也要造到上百万辆车 它这套模具才能划算 而且传统车厂还会干嘛 把烫销车进行改款 比如说大众高尔夫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 然后就是不停的改 那改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部分模具和零部件是可以接着用的 我只要改其中的一部分就行了 那它不成本又下来了吗 而车厂还经常干什么 就是底盘共享 零件共用 就是我们所有的车都是用同一套零件 或者说有几个车型 它的底盘是一样的 还干这样的方式来去降低成本 但是国产新势力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包括像塞里斯这样的公司 它是什么呢 一款新车 十万零都造不出来 那它这样的一个情况 模具也好 整个的生产线的布置 还号称是叫什么智能工厂的布置 你这个成本是摊不掉的呀 跟这个传统车厂比起来 它这个新车的里面要摊销所有模具成本 摊销设计成本 根本都摊不掉 而且呢 这帮人还跟谁学呢 不学好的 他们学这个特斯拉 学什么呢 一体冲压 那么一体冲压以后 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可有共用的零件比例就下降了 虽然它整个的零件数变少了 但是 每个车跟每个车之间的零件都是不一样的 你还得为每一个车去造一个这个一体冲压 那个机器或者相关的这种工件 你也得造好了 这个车尾巴长这样 啪把它压上去 这个是造车新势力 为什么到现在都赔钱赔成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 那你说赛里斯是不是要死了呀 一年赔成这样 让大家失望了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掉 为什么呢 赛里斯的市值现在有1000亿人民币 最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过1500亿 而且很多机构都抱着钱准备往里冲呢 2016年这公司是在A股上市的上市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了25.9亿 2022年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了71.3亿 2023年没有公开募集的这个信息放出来 但是呢 你也多了20多亿的非经常性损益 肯定还是有钱在往里走的 所以呢 并不用太担心说他明天就嘎了 就是他通过股价的上升 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 还是可以来补充他的这个账面的资金的 这个非公开发行A股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股票发到A股里边去 发到股市上去 这个叫增发 那么这些股票呢 大家就可以直接去买了 而非公开发行的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大的国有基金 或者一些政府 或者什么这样的 有钱的单位说 我愿意给你一笔钱 然后你给我一些股票 这个股票呢 可能是跟当前市场上的这个股票 交易价格是类似的 或者高一点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等于我花钱去买这个 然后拿到这些股票以后呢 他也是有解禁期的 多长时间之内 你不可以去卖 过了解禁期以后 你才可以拿这个股票 回到A股上去流通 这个叫非公开发行A股 那么赛里斯钱啊 不是杀死他的最主要因素 但是赛里斯后面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方面就是国内所有的这些造车新势力 依然没有摆脱 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开一套模具 设计一款新车 造个可能不到十万辆这个悲惨的境地 现在赛里斯你别看他一个月 能够卖掉三万辆车了啊 但是这也是问界M5M7M9 三个车加一块 他能够卖掉这么多车 他一款车其实卖不了多少的 所以他整个的设计生产流程 在这块上他就很难盈利 人家特斯拉那Model 3Model Y 他一个车型上来 也是要卖掉大几十万辆 或者是上百万辆的 就是他那一套模具出来 所以特斯拉是能挣出这笔钱来的 像国产新势力都没戏 这是你开一套模 然后你就卖个五万辆 十万辆 这个事肯定是挣不出来的 第一个 这个解决不了 第二个 原来是只有问界 你到任何华为的专卖店里头去 你发现这个里头摆的都是问界 M5M7M9都摆着这些玩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就算是问界卖好了 我一直也不认为是问界本身做的好 问界的突然在去年十月份爆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Mate60 Pro 是因为麒麟9000S 是因为我们号称打破了美国的封锁 大家又可以去爱国了 所以问界突然就火了 从一个月卖掉五六千辆 然后一把就到了一个月 能卖掉三万辆的水平了 现在这个展厅里已经不光只有问界了 华为制选方案有四个界 就是赛利斯的问界做的是SUV 奇瑞的制界 现在已经出了第一款车叫S7 做的是运动性能轿车 对标的是 也不应该叫对标了 应该叫目标是封杀小米苏7 北汽响界享受的响 是行政级轿车 江淮澳界做的MPV 四个界都已经凑齐了 现在制界S7已经摆到展厅里去了 我前两天到商场去看 这个展厅里头已经开始有制界的车放在那了 那么以后 这个展厅里头并不是只有赛利斯的问界了 华为招牌就这么大 他到底能顶得起几辆车来 这个不好说 而且大家要想HTC 当年跟着谷歌这样的大厂去做安卓 最后还是被三星重新教做人了 所以赛利斯未来到底会走到哪一步 真不好说 就算是他能走出来 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华为制选模式 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但是大家要想清楚 华为制选其实距离当年的谷歌安卓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差距的 华为比谷歌还要稍微小一点点 制选模式跟安卓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的 差在哪 不是说华为怎么怎么样 谷歌怎么怎么样 那最简单 谷歌当时推安卓的时候 是全公司说我们这就是未来战略了 拖出命去都要干 任何人想去反对这东西都不行 咱们就奔安卓去了 一条路走到黑了 而华为的制选呢 后边还有一个长安做的跟华为的车币优做的合资公司 还在那嗷嗷代步 人家还喊说华为你自己答应了不造车的呀 你这个内部还在拉扯 差是差在这 咱们不管这个谷歌跟华为 谁是中国的 谁是美国的 谁大谁小 咱不管这个 华为自己它就不是一条心 所以这个再往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不好说的 华为2024年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咱们拭目以待 这个塞里斯的问界 以及他其他的三个界 2024年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咱们也拭目以待 这个是国产新势力造车里边的一条鲶鱼吧 看看他们到底会走向何方 好 今天这故事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